早上起来准备收拾一下去吃个早餐了 好宁静的酒店啊 下个小镇子是吧 一栋栋房子 走了 下去了 再看一眼这个大海 我们今天要出发走了 建筑温的海真的好漂亮啊 我们这边就住了一天 现在出发去那个巴提亚 这次也是跟肖恩哥出来一个月了 没见过面 那我们也是要回曼谷 正好路过的话 去请一晚上 跟他去聊聊聊客啊 喝喝小酒啊什么的 我们这一路玩了有20多天吧 然后兼猪文反倒是末尾了 让我最舍不得 因为上一次来兼猪文 也是榴莲季节时候来的 那时候也不会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光固人吃了 吃榴莲嘛 就没有好好的去发现 那这一次发现这边还是真的挺好的 尤其是这个海滩真的是太美了 我们这一路下来也是住了很多的民宿酒店 农家乐各种各样的 也给大家呈现了很多就是住宿方式吧 你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泰国去选择一下 那也是很搞笑 我的视频巴提亚有一期 下面有一个人评论说 你们住的房间都是骗子 都是往价格高的地方去住 说的我很就是不知所以然 我说我住了130的房子难道好贵吗 他后面和我来了个押金 哎呀没事 有些观众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不要去想别人怎么去评价的 怎么去说的 那我们做视频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 会一下子全部涌进来 有好的呀有不好的呀 我也不会因为那个观众的评论 而去把它拉黑 心坦然些就行了 好吧 我们出发吧 现在走啊 哇这里好多人在看这个海滩间 然后这附近有很多坛 非常出名一个家路 我们这一次来巴提亚住一个好一点的酒店啊 体验一下豪华酒店是什么样 但是这个豪华也很档次嘛 我们就住了一个稍微好的一点 1000多 现在去做这个入住 你们老说我是省钱省钱 那我们奢侈一把吧 好吧 这就是西尔洞的大堂 我现在去找琪琪 琪琪正在办理入住 这里停车是真方便啊 这边商场给西尔洞留了一层 太好了 哦这是琪琪 让琪琪先排队 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外面就是海边 这样这个海景房真的是太牛白了 你看可能这边曝光看不清楚 我们出去走一走 那有一些客人在这边去拍照 哇这里也太舒服了 海景房就是不一样的吧 这像我们住的那啥呀 不敢想象了啊 哇有钱人真好 还带着专门的保姆去照顾小孩的 我们出去这边看看 这是酒店大堂外的泳池 但是需要刷卡才能够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无敌海景 还有美女小姐姐 呃没有 就刚刚出去看了一下海滩的功夫 一下子又进了一批人 我看行李车上去了好几个了 那我们从这边过去把行李拿上吧 拿上走我们也该上去去房间看看了 他这个从一楼上来的电梯和上楼上的电梯都是不一样 那这边是上15层到34层的 刚才我进去闹了个笑话的哦 哦这边是我们从这进去吧 这里都是能够去坐下休息一会的 哎这边哦 按个电梯吧 走看看我们的房间 那右手边就是洗手间啊 你看他这个洗手间真大呀 真不愧是谢尔洞 还有一个大浴缸呢 今天晚上还是能泡澡 那这里是冲凉的 那这应该是上厕所的 外面还有一张大床 我们这个房间我觉得1000块钱 1000人民币嘛还行对吧 那这边东西都是杯子啊都有的 然后哎这是什么 哦这是 这是冰箱对哎呦哎呦吓死我了 那这里就是咖啡还有茶 这边还有衣架什么的 你可以把自己的衣物放在上面 我们倒不需要了 因为明天就走了嘛 这个房间怎么样空间挺大是吧 这个大床房 好激动 真的住了这么的久 第一次住到星级酒店啊 还有一个沙发 外面主要是怎么说呢 算是半个海景房吧 你看啊 它上面写的是海景房 然后我们这边一看的话 得侧着看 看啊 外面就是海景 真的是太爽了 虽然天气不给力啊 但是这个 盛在这个位置好对吧 哈喽 哈喽 嫂子 牛牛 我们都弄好了 是啊 我们都弄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 说吃点下午茶嘛 这个是 我们自己点是吧 就是 拿吃的 然后他们给你点一个饮料 哦 你叫他寄到我们房上 还是要去买 寄到房上干哪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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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看看这边的无敌海景 谢尔顿 沙滩海景 顶流就是好 现在要下雨了 他们赶紧在收垫子 不然坐在这边是可以 享受下午茶 还能够看看海景对吧 哎呦 中间这个 那是下个洞是吧 这个 也是漏雨的 前面的小渔船清晰可见啊 看这个 驾驶是要来一场正雨 哇 居高临下真舒服啊 一眼望去都是巴提亚海滩 海面上的渔船 也不少了 走 谢谢香哥的下午茶 他刚才跟我说 把这个记得他防障了 我很不好意思 真的是太感谢了 我们就坐在那里 又是熟悉的街道 再一次回到了巴提亚 只不过这次我们住的是谢尔顿 条件比较好 但是这边现在中菜厅都不开门 哦 不是不开门 是不堂食 只能送外卖 我们刚才点了一些外卖 然后现在准备去塞尔买点酒喝 今天啊就这么打发了吧 但是你还别说啊 就这个点人还是蛮多的 我们刚才看的时候特别人多 给你们看一看 比起我们在晚上 哎呦 Sawd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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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一点不会见话了 比我们晚上来的时候其实要热闹一些 真的是晚上没人了 好了马上到了我去买东西了 我也是挺傻的朝着Sawdika的反方向一边路一边走 结果发现越走越远 No 那就是Sawdika 这马上是要下大雨了 最近我们发现啊海边这一块的话 还是尽量远离这个游客去的区域吧 很多当地人去玩的海滩反而会更好一些 你看着这边车都啊什么的搭了很多伞 其实说实话没有我们在拆来好天那边热闹 好我们的晚餐都到了 这是冰块还有一些中餐呀压货 去他房间吃饭喝酒喽 哈喽早上好我们起来去吃个早餐 看一看这个希尔顿的早餐 跟其他酒店有什么不同吗 这是在15楼 我们昨天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早餐我的天人特别多 今天他们这应该没有那么多人吧 哦这边下去就是那个自主餐了啊 哇这里吃早餐也不少 还可以坐在外面看着大海去吃早餐 那这边是甜点 我们就稍微看一看 然后是喝的区域 还那边有蔬菜呀肉啊什么的 那边还有粥之类的 关键还有油条 好了我现在去拿吃的 去给大家简单的去看一看吧好吧 真的是挺丰盛的 这一溜圈基本上都是吃的 不愧是大酒店是吧 现在退房啊准备离开这个巴提亚了 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大海 就要跟海边去说再见了 我们马上也要回去迈了 当然是慢慢去回的中途也会停 都说疫情发生之后 泰国这一边的酒店都倒闭了 消费也降低了 那其实你们能从我的视频中感受得到 有钱的还是很有钱 而且只会越来越有钱 没钱的还是没钱 像一些中等的中小规模的酒店 确实倒闭了不少 但是你看这西尔洞是不是 早上我们去吃饭人家依旧是爆满 那包括我们在兼诸文那个 柴老海台旁边那个酒店也是一样 很多人其实真正的那些有钱的消费需求 一直没有降低 包括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 也发现你比如说 只要是价格稍微好点的 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消费 泰国这边的需求还是挺强劲的 真正生活困苦的是这边底层的一些老百姓 所以说全世界都是一个样 疫情可能让大部分人没了钱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变得越来越有钱